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衔演播 第249集 羞辱 苏青要是开口否认 口说无凭 谁也不信 要想让大家相信 除非将药丸拿出来 让人检验 可如此不就等于落了下风 堂堂九王妃 堂堂紫荆将军 自己入口的药丸被长公主府的大夫检验 如果两家素儿感情好也就罢了 偏偏还是死对头 一时间 无数道目光聚集在苏青的面上 有看热闹的 也有心下惊讶的 李不尚书闺女哪来的勇气 居然找九王妃的茬 长公主转头目光深深 一脸难以置信 九王妃难道觉得 本宫要给你下毒 苏青吞下药丸 一脸平静 认真地点点头 啊 我是这么想的 众人 长公主 李不尚书嫡女顿时心头一个冷笑 跟着起身 恭恭敬敬朝苏青一服 九王妃 臣女说句大不敬的话 您 知道大不敬就背说了 免得说了我治罪于你 伤了公主的体面 李不尚书嫡女顿时脸皮红 嘶嘶咬唇 王妃纵是再尊贵 长公主殿下也是您的长辈 作为晚辈 您如此 实在是不把长公主和太后娘娘放在眼里 苏青眼底闪过饶有兴趣的笑 起身 朝李不尚书的嫡女走过去 眼见苏青走来 现场的气氛顿时一凝 众人 要揍人了吗 虽然他们和苏青不是一伙的 但是 真还有点期待呀 挨揍的又不是自己 李不尚书嫡女 忍不住身子向后一缩 眼底闪着惊恐道 你要做什么 这里可是长公主府 这可是长公主殿下的宴席 我可是长公主殿下请来的客人 长公主也怕苏青对李不尚书的嫡女动手 一声冷哼 苏青 你做什么 你不要太过分 苏青顿部 朝长公主一笑 我再给你制造机会啊 还不感谢我 长公主 苏青雨落 继续走向李不尚书嫡女 抬手一捏她下巴 微微扬起 你是谁啊 怎么这么厉害厉耻的 李不尚书嫡女被苏青捏得下巴疼 羞愤交加 狠狠地瞪苏青 放开我 没有回答苏青的问题 然而她不回答 旁边有热心的吃瓜群众就替她回答了 这是李不尚书的嫡女 苏青眉心微动 李不尚书假的 御书房里给她爹穿小鞋 古楼大街上公然给荣恒羞辱的那个李不尚书 而且事有八九 徐伯勤就是要迎娶李不尚书小妾的娘家妹子 这简直是冤家路窄啊 看着李不尚书嫡女 苏青嘴角勾起一缕放荡不羁的笑 这种笑 她只有在碎花楼调戏姑娘的时候才会用到 随着笑容展开 苏青原本捏着她下巴的手一松 转而落向胸前 五指在风营处当众地一抓 我 一脸的嫌弃 真小 金桔也比你大 李不尚书的嫡女 顿时脸色涨得朱雪红 羞愤至极 想要开口弄骂 却是一个字也骂不出来 大口地喘着气 正恶地盯着苏青 脑子像是让被成千上万的马蹄给踩过 苏青手络 却又在她的盈盈细腰上扭了一下 又是一脸的嫌弃 坠弱 好多 还不如碎花楼大堂里的姑娘手感好 这就是传说中的水桶腰吧 难怪凶小 肉都涨腰上了 面色紫红的李不尚书的嫡女 顿时心口一口老血涌上 挖的一张嘴 凹的哭了出来 没脸活了 贝苏青当众调戏 还拿她与碎花楼的妓子们做笔 而且她还比不过那些妓子 让她以后怎么见人 她还没有嫁人 身子就被摸了 还被做了对比 哭得头重脚轻 腿身一软 李不尚书的嫡女白眼一翻 一头栽倒过去 众人 结束了 瓜还没开始吃呢 瓜子还没磕呢 不过 真的好劲爆 这个瓜 足够吃好几年了 那些原本心目闽世子 却又知道 长公主 重义李不尚书嫡女的贵女们 此时心潮澎湃 苏青虽然是个女的 可李不尚书嫡女 被这么当众摸了 长公主应该 不会为闽世子娶了她吧 那她们就还有机会 一切生得太过突然 长公主阴沉着脸 坐在那儿 双目喷火 搁置在桌面上的手 紧紧握拳 手背青筋臂线 咬牙切齿 苏青 她准备了毒酒 毒茶毒菜 甚至背下了歌舞表演 五娘的衣袖上也脆了毒 这些 但凡有一样碰到苏青 她就能浑身绵绕无力 控制了苏青 便能控制荣衡 将二人一起铲除 只要除掉他们二人 皇上再命其他人查豆家 不管是谁 她都能摆平 唯独平安侯府 可现在 她提前背下的这些 竟是一样用不上 闹出这种事 她若让人将礼不尚书 敌女抬下去 留了苏青继续宴席 那像什么 恨得五脏六腑灼热 长公主拍着桌子 苏青 你放肆 来人 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九王妃 给本宫拿下 本宫倒要让皇上来定论定论 吃瓜群众的目光 嗖得 其刷刷落向苏青 长公主一早埋伏了高手 在宴席大厅周围 长公主言落 当即便有两个 会功夫的嬷嬷进来 苏青摇晃着手里的长鞭 一脸冷笑 看着长公主 定论定论是吗 好啊 顺便让父皇定论定论 您到底是长公主呢 还是三合镇豆家老太婆的 亲生女儿 此言一出 满座震惊 这瓜 有点大呀 长公主的脸色 疏而铁青 顺怒的表皮之下 是一颗疏忽间 开始剧烈颤抖的心 还不把她拿下 心尖站立 脸上急怒 长公主豁得起身 抬手指指苏青 指尖冰凉颤抖 那两个嬷嬷上前 苏青一甩手中长鞭 将两个嬷嬷直接打包卷起 丢在一旁 碰的一声 人落地一顺 苏青高声质问 怎么 不敢让我说了 心虚了 欲调充满讥讽 满座的宾客 摒弃凝神 长公主急怒攻心 胸前一阵起伏 眼底的印度杀气 骤然浓郁起来 苏青一手扬起 鞭子在地上啪的 抽出一声巨响 响声落下 苏青倒 你今儿请我来 不就是因为我知道了 你这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想杀了我灭口吗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